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眸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師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大家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眸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拼經濟 反網報 好,今節 我們就說一下這個國家又有 大型示威了 這個國家是什麼就叫捷克 我們 早兩天先說了 本來是捷克斯特佛克 後來分了家 他的鄰國斯特佛克才 一次大遊行 之前 在斯特佛克之前 其實 捷克也有一次 七八萬人的大遊行 今次捷克第二次大遊行 重現這個大型示威 問中 今次都頗直接 就說 閉嘴吧北約 閉嘴吧勾盟 更加說 都不知道 現在制裁來搞什麼 更加勸當權的人士 麻煩你 是這個 軍事中立 即是 不要管俄羅斯那件事 原來 一千上萬的捷克民眾 聚集在 這個布拉格 布拉格廣場 布拉格瓦赤拉夫廣場 我真的在布拉格的廣場 其實我真的去過 布拉格的 市區相當地好看 說真的真的值得去 當然他就譴責 現任保守派親西方的 政府 對於能源處理 完全 做不到事 亦都呼籲 糟糕了 是 捷克取消對俄羅斯制裁 對於今次 要軍事中立 退出 歐盟和北約 因為捷克對北約國家 你怎麼可以軍事中立 對吧 這個是捷克在一個月內 由於能源價格 飛升 而爆發的第二場 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 其實 警方估計這場示威 又是好像上次那樣 左中右也有人參加的 即是不只是極右煽動他們出來 亦不是極左煽動他們出來 是左中右也有 大概都有幾萬人 人數 應該就是跟上次那個差不多 可能就少少少 警方就說比上次少 上次他們警方估計7萬的時候 我想也有五六萬 都叫做大示威 個人覺得 其實 他們布拉格廣場上大聲地說 辭職辭職辭職 民眾 就揮舞著捷克國旗 大聲地叫 捷克 利益優先 好熟 捷克優先 亦都要求 現任保守派總理 菲亞拉 這個 政府當然要親西方的 立即下台 我擔心你好像布加利亞那樣被人趕下台 擔心 哈哈 抗議民眾 亦都說 今年 寒冬張志 能完成到那怎麼辦 雖然 富裕捷克政府 取消對俄羅斯的制裁 同時退出歐盟 北約 和 和捷克本國利益 無關 或者相反的國際組織 更加 有民眾接受 媒體訪問時 就說 這個政府絕對是反捷克的 如果 這個政府是撐捷克的話 為什麼捷克民眾那麼慘 他們只是為暴魯塞伊 即是歐盟 以及 美國還有北約服務 不考慮 捷克民眾的 死活和利益 當然 其實也有很多老人家出來 因為現在的能源很貴 示威活動的組織者就預計 就想著 多些人出來 就是 計劃 用示威 阻止政府 削弱國家 他們 開場時就安排了 一位 極右的歌手演唱國歌 之後幾位人士就上台發言 譴責政府 一位發言人士就叫做 帕維爾 他這個名字和 和以前祖雲達斯和 在這個 拉素踢過的利維特的名字一樣 都叫做帕維爾 帕維爾 他就說 政府有兩項職責 第一 確保我們安全 第二 確保我們經濟繁榮 這屆政府 兩項都履陷不了 現在我們得罪俄羅斯很安全嗎 現在經濟很繁榮嗎 想不到除了 極右之外也有極左 極左的政治勢力也有 跨過了 這個政治剛譜 最搞笑 現在 中間也有 中間也有 中間就是普通小市民 其實很多人沒有極端的 意識形態 只是想出來說 不要這樣 再這樣不行 另外一位 極左的人士就叫做 佛拉貝爾 他 也是其中一個組織者 他就說 他自稱都是捷克民粹主義的領導人 他在抗議之前就說 我們的政府把我們賣掉 把我們 拖入戰爭和經濟崩潰的邊緣 除了布拉格之外 捷克其他 幾個主要的城市也舉行了規模較小的示威 其實 之前 9月3日的時候 當俄羅斯決定 北溪管道完全 停止輸氣的時候 其實捷克民眾在布拉格的 雅慈拉夫廣場也是第一次的示威 當然 也拉開了 歐盟國家 抗議能源危機的序幕 說回 之前的示威組織者就說10萬人 警方估計就7萬人 其實之前的示威 提出的訴求都差不多 就是 解決能源飆升問題和要求 親西方政府下台 反對北約 反對歐盟 取消對俄羅斯制裁 其實我們看到 本來 第一次示威的時候 是意想不到的 當時 左右逆 政黨人士 因為他們當時在市議會登記的時候就估計 五六百人最多幾千人 沒想到 他們有10萬人 又說10萬人 但是捷克警察有7萬人 我打個捷 也有 8萬人吧 是嗎 說回其實捷克並非是唯一一個有這麼大規模示威的歐盟國家 近期 由於能源和食品價格的上升 通貨膨脹 據告不下 不少歐盟國家已經職怨好心 原來 9月17日的時候 在維亞納 當然 你想想 奧地利也是富裕國家 是 奧地利首都維亞納 有30萬多人上街示威 針對通脹當然還有他們 解決不了 能源危機 其中 維亞納的抗議也是他們這個國家 到今時今刻為止 規模最大 當然很多人都堅持 行完整段示威 這些示威者 要求奧地利政府 出台應對 當前通脹的一些具體措施 提高工資 對大企業徵收 其實現場示威者更加說 我要吃飯 我要取暖 我要生存 亦有人說 降低能源價格 現在的時勢很難 更有老人家就說要提高養老監 也有點難度 說真的 其實捷克 居然有兩場這麼大的示威 都頗 打臉feel 為什麼呢 因為捷克就是現在歐盟的 輪值主席國 由7月1號開始做 一直做6個月做到12月 其實他的 條命都生得一般的 命運不太好 因為全球 都將 目光投入歐洲 當然 捷克也是以前蘇東坡國家 即是蘇聯體系之下的盟友 歐盟是否做了這麼動盪 做這個 輪值主席國 我覺得 也有時間來搞的 不是開玩笑的 另外 國際社會 也會 將觸目 歐盟內部 是不是還可以一致 堅持 實施對俄制裁措施呢 現在有點鬆鬆的 你看 從捷克 斯洛伐克 分開的這個 這個國家 即捷克的輪郭 他們的領導人本來都很支持歐盟 現在都在咆哮 你這樣我都 供不了政權 馮德萊恩幫幫忙 啊 那麼 馮德萊恩 什麼都說得很差大 是不是 到時候不用擔心 我們幫你 最後 究竟行不行 那麼捷克人就不是很多 只是1100萬人口左右 2004年加入歐盟 其實捷克 之前已經承諾過 他們這個國家擔任這個歐盟倫殖主席國期間 將會 援助烏克蘭作為政策核心 但是現在有些人就叫你不要搞那麼多事了 是的 因為當你自己搞不好的時候 你很難換作其他的 沒錯 其實捷克 都已經收了40多萬的烏克蘭逃離人士 並且提供烏克蘭財政和軍事援助 那麼 他們這位 總理是右翼的 都叫做 挺老牌的 政治分析家 曾經 和別人一起撰寫 出版一本關於歐盟主題的 書 那麼其實 這位總理 他還打算 嘗試安排舉行一場 和澤列斯基單獨的峰會 現在風頭火勢你就不要了 說句老實話 捷克的 右翼總理 剛才說的那位 菲亞拉 亦都說過 很想和澤列斯基見面 現在 不是那麼好 但是捷克好像有 零匹契徑 哪裏打擾 大霸Sir知道嗎 難道是 珍珠奶茶很有名的那個地方 沒錯 沒錯 原來捷克 的參議院 有個 叫做 教育 科學 文化 人權 及 請願委員會 的主席 德拉 霍斯 帶了一個訪問團 剛剛是離開台灣地區 台灣地區管理文化的人士 當然是接他 我們見證了 台灣博物館 和捷克博物館的 我以為甚麼事 建立這個叫做 姊妹博物館協議王 不過 那麼小事你都去的 果然是 大霸Sir 有機會游下浮 大霸Sir 是不是 這麼霉 其實我也相信台灣可能會出錢 有甚麼生意有甚麼合同 談到你 老闆 說真的 台灣地區管理所謂文化的一位 哥哥叫李永德 他就說 三個月前我們造訪了捷克 他們很熱情 我還記得 結束晚宴交流 之後 捷克議長 韋德齊特 這個人很反華 說得很大的 請我 去 喝啤酒 捷克的啤酒 透心涼 但是 我那個 捷克啤酒 我喝上去透心涼 但是我心很亂 台灣人就形容這種情意 叫做 換帖兄弟 甚麼叫換帖兄弟 不知道 結拜兄弟 差不多 就是這個意思 刷鞋刷到 6月 我到捷克的時候 已經外上了這個國家 相信大家 來到 捷克的 那些 丐幫 去到台灣 都會愛上台灣 很好笑 人家捷克最出品的啤酒 他就說 你有捷克啤 我們有台啤 台啤的濃度好像差一點 和捷克味 這個也不重要 人家打算來銷售他們的啤酒 你就說自己有台啤酒 你怎麼這麼不識趣 原來 簽約的現場 除了這個 捷克 很長的名字 捷克參議院教育科學 文化人權 及 請願委員會的主席之外 還有包括 捷克 教育部 副部長 他們很喜歡叫次長 他們很喜歡 這個 副部長 維多娃 還有 科技部 副部長 他們的次長就是 哈里科娃 以及他們國家博物館館長 這些都去刺 但是 我不明白 你們 都叫副部長 那你也要刺 證明捷克也不太好 這位 他們的管長 博物館館長 盧 卡奇 和捷克 經貿文化辦事處代表 史坦格也有道 厲害 當然 捷克方面就說 文化涉及 層面非常多元化 除了實體博物館 還有軟體建設 希望 義館 還有第二個 簽了協議之後 可以涵蓋更加多的東西 對呀 又簽義館的時候 又可以去台灣吃多餐 是不是 即是吃盡了 好 好 今次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各位再見